頂寶古陽樓 哇氣派吧 這以前是豪門 那我們來看看一個一個房間介紹 值不值得你買 就看得出來 雖然有這個必來 但是可以測移掉 這個是古董 鍋凍那 這件叫鍋凍的差夾 然後古董床 我太太最喜歡的這種古董床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廚房 廚房的結構還非常完成 很好 所以這一間重新粉刷 貼貼磁磚 大概就沒什麼大礙 好 然後 中庭也是 一定要稍微整理一下 是給那個 那個CAM 給康林的老公來的話 這一間不得了 整理完的話 一擠棒 那是另外一個側門 所以 這一些 也是一樣重新粉刷 好 加房水處理 來到大廳了 客廳 好 都先從左邊這邊開始看 這是第二個房間 它是把它當成工具房的 放著一些雜物 那我們雜物不管 先看主結構 它只是一個小壁矮而已 哇 所以這房子要好好的保留下來 看一下 這個粉刷一下就解決這個問題了 好 然後 然後呢 這個房間的另外一側 它隔成一個小工具間 所以房子也都沒什麼問題 然後樓梯 到時候這一定要改一個 由電梯往上 樓梯上來之後 哇 主結構都很安全 哇 這個屋頂上這個樑很重要 今天來錄影就是要錄這個樑 這個屋頂都 非常健康 那預計大概花個三百萬 就可以把整個房子 喔 那個牆 那邊要做一點防水處理 跟重新粉刷 哇 先把 左邊的 先看 都先看左邊的 左邊的 這個房子 剛剛 有拍了 這可以當格樓的 所以 主結構都OK 左邊的看完 好 看一下 最棒的 就在這裡 最棒的就是它這個 可以當成露天咖啡廳的那種模式 啊 當然這有一些 啊 粉刷的一定要重新做 然後要學 李董那個模式 把所有的 那個 水泥的部分呢 都漆上那個防水器 那個叫什麼 潛水筒白宮一樣那樣的做法 我最欣賞就是這個陽台 是前面的 啊 是前面的 雖然前面沒辦法 開車擋到 後面開 後面那個地方 後面那個地方 開車就可以停在這邊 從後面開車就可以停在這邊 光是這個陽台 就多 多麼讓人有多少的 歉意在這裡 因為樹要把它除掉了 就喜歡這個陽台 重新整理之後 就可以當拍片的片場 漂亮嗎 再看一次 漂亮嗎 反正都要整理過 好 來看另外一個房間 嗯哼 最主要要看結構 結構都OK的 所以只要 花粉刷的費用 跟防水費用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裝一個電梯 這樣子就 一百分啦 住這個房子 就變頂寶的 豪門 然後窗戶換掉 或者 把它上油漆 看起來這窗戶還OK的 木板 還沒救掉 好 下去囉 介紹 這一個 它這邊封起來 它改成房間了 那這個都雜物 到時候是全部拿掉 拿下來 這鍋洞 呼東椅子 買出三個洞 就是這個 買出三個洞 這個房間我們要從那邊過去 其實把它拉開就好 擋在這裡 拿去 都空著雜物間了 太多雜物了 但是不錯 房子結構都OK的 從這邊開個門 接到後面的 道路去 所以 這個房子呢 這樣子就非常有駕駛 這樣子就非常有駕駛 然後這是小側門 小側門 應該還可以開 鎖住了 好 現在來到的是浴室跟廁所 那邊 比較嚴重是那個地方 好 但是 主結構都OK 好 廁所 以現在的科技 廁所一個簡單 要裝兩個 三個都無所謂 都很好弄 OK 嘿嘿嘿 所以 這一次呢 仔細的拍 這所有的 兩頭的內部 所以以後要粉刷重整的 那個窗戶要換掉 這個窗戶也換掉 好 然後咧 這個門面 改漂亮一點 這間廁所 要讓我先問 多說一些條 比較大件 好吧 這個 再看一下 這個門面 古早人家比較不一樣 設計大門 那門來 弄得大得漂亮 所以現在 那個大門比較好看 對嗎 OK 沒有光角的 太可惜了 好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好 當然 廣場 如果你 已經 康哥